首先歡迎大家聽我這個分享 我是一位E4的學生 我們EE有三個大學 我在其中一個大學是電腦數據工程 我現在已經是一位E4的學生 我的興趣在哪裡呢? 我是在比較屬於創新科技類型的技術上 其中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在AI上 例如在機械學習上有NLP、Computer Vision 其實這些都是我比較有興趣的類型 而這些課程其實我們也有些課程去教導我們 例如我講了我現在最興趣的課程是哪些 其實有兩科的 第一科其實是一個叫做Internet Finance 裡面其實學到什麼呢? 學到一些最新的資金的技術 例如一些Blockchain的概念 一些Bitcoin其實是什麼 還有一些大數據如何去處理 即是現在我們有這麼多的數據 如何可以做一些 Distributed Storing 把它做起來 然後再做一個Computing 其實這一科其實是很有用的 特別是我們現在來香港做一些Start-up 其實現在我們做一些Cyberpock的分析 或者一些 其實他們都很希望我們可以 新興的技術上 所以如果其實 例如這些的方法可以幫到我們很多的 資訊 我們可以用它 之後如果我們想做一些Start-up 都很有用 第二個其實就是一個 Data Engineering and Learning System 其實這一科是一個很重要的科例 例如大家想去學AI 那些東西 為什麼呢?其實 Machine Learning也好 Deep Learning也好 其實都是一些全部都是數學來的 而這一科其實會有很多的 一些Foundation去教我們 由最簡單的一些Machine Learning 的algorithm 一些Concept 到現在Deep Learning 整個進展過程是怎樣 分別是怎樣 所以其實這一科也是很重要的一科 所以其實這兩科是特別是幫到我去 做我想做的東西 去學我想學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些科目 那我講一講我整個在EE的學習的過程是怎樣 由E1到現在E4 其實第一個 其實E1其實我去了一個台南的Sumers Exchange 一間台南的成功大學 其實這一間是台灣第二大的 第二最好的一間大學 裡面都是學習一些EE相關的科目 去學一下Java 或者學一些Hardware的東西 其實也是很有 對於整件事 對於整件事 到E1尾到E2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一個轉捩點 因為那時候比較多一些 例如上莊 住科 這些東西 所以令到GPA也比較低 不過那時候我就研究了一位教授 叫Dr. Zhang Wei 然後他就說 GPA其實不是一個 不是很大 其實不一定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本身你的Soft Skill 和你的Hard Skill 是夠的話 其實出來見工的話 其實未必是GPA幫到你 反而是你本身個人的能力 是更加有用的 所以當時開始 我就發覺 是的 既然GPA低 那就不要緊了 繼續學習 但同時間是要外面找更多的工作經驗 所以那時候開始 我就去補不同的職業 當然也要有教授的提名 其實會幫助到很多 當時我就有 教授了Dr. Zhang Wei 跟著他也會提名了我一些職業 所以其實我E2打後 其實也有去了不同的公司 或者一些研究所做一些 Research 或者職業 裡面其實包括有一些 AI solution company 做Chat Board 或者做Voice Board 也有 其實到現在 我就去到另一間 現在的公司 是一間做Computer Vision 也是一間AI大的公司 其實我現在也在公司裡面 正在工作 其實大家在這裡 抽了10分鐘 跟大家做一個sharing 所以其實我這個學習的學程 其實是比較豐富的 我覺得是很滿足的 因為其實我學到不同的東西 可以見識到不同的工作環境 所以其實 原因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其實都是 首先第一點就是要有自學的能力 還有第二就是可以抗收 professor 的意見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confused的位置 而這一點 其實我們 department 很多 professor 都可以提供到 一些很好的 mentor 給我們 所以我特別感謝 Dr. Ray Zhang 是的 其實第一張照片 其實左下角這張照片 其實是 之前我那時候 未有 internship 什麼都未有 我就純粹是跟 Dr. Ray Zhang 去一些 tour 去學習不同的大公司的文化 或者他們的 technology 其實是一間騰訊的公司 之後我也有約 professor 去吃飯 做一些更新我的近況 其實都是 因為其實 在不同階段 都有不同階段的 一些難點 所以為什麼 我就 不斷時 都會去update自己的感覺 以及希望可以抗收 professor 的意見 所以就很感謝 professor 對我的幫助 在這一點 小小的生活片段 例如這個 就是在台南的交流的時候 一些的片段 其實認識到不同的朋友 學習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 很開心的大學歷程 其實我記得 E01的時候 除了去台灣 其實還有韓國 還有很多不同的交流的機會 所以大家可以到時 如果想去交流 去玩 其實可以去 可以有很多選擇 除了台灣之外 除了台灣之外 其實我還有兩個 slide 是講講我 internship 的經歷 其實這張照片是在我北京的時候拍的 其實是一個中國科學院 其實是一個權威的科學研究所 其實我從哪裡去學 都是學一些AI為主的東西 其實這個實習機會 我覺得對於我整個歷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其實我學到很多最新的 最 modern的技術 以及裡面的技術 以及向那邊的研究人員去學習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而這個實習機會 或者是教授給我們 即是跟我們說 現在是這樣的學習機會 然後那時候我就膽粗粗去體驗一下 發覺整個經驗是很值得這樣做 很值得去用這個時間 以及去體驗和嘗試 經過這個之後 到現在這個 我現在的實習就是在雙湯上面 其實我專門是去做一些AI的教學 其實已經是希望把我之前學到的東西 可以去教一些中小學生 關於AI其實是什麼 或者是教一些STEM的課程 這個其實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你看到一些生活片段 有冰空球桌 其實整個世界很開心 不是一個很死板的東西 例如我們讀EE來說 有很多不同的出路 有做硬件的 有做軟件的 其實根據我們是想做哪一類型 而想做哪一類型 其實如果還沒決定之前 其實我們部門也有不同的課程 我們可以當中再去選擇 看看哪一類型最適合自己 所以我有一點建議 例如這裡有一個Hackathon的經驗 其實Hackathon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創客比賽 就是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在EE學的東西 或者在大學學到的東西 去應用這些技術 去一些商業上 如果整個過程可以學到什麼呢 例如學會不同的人 如何跟他們合作 或者學到一些其他團隊更好的想法 所以整件事實在很好玩 這個就說回一點建議 其實我們EE有軟件和硬件 其實如果大家在這一點 可能是想去做一些 IT或者創新的工作 但未決定想做硬件和硬件的話 其實我們EE也有不同的課程 可以當中再讓你去做選擇 看看當你學了之後 看看哪些才適合自己 所以其實我們的Department 其實還有很多的機會給到你 例如一些internship的program 一些graduate的program extreme program 其實都有很多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想投身去一個IT的行業 無論是軟件也好 Hardware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 便可以解決一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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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